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本地旅游业可以说是陷入一片低迷 尤其柔佛新山一带的旅游产业 更是几乎全面停摆 因为溢水之隔的新加坡疫情加剧 占比最大的新加坡游客大减 其他国家的游客也不来 新山的酒店业者 导游 民宿 还有旅游巴士业者等等 几乎都要快陷入 没工可开的窘境 不过新山一群的导游 却没有坐以待毙 反而他们当起了消毒英雄 和病毒正面对抗 不但为自己创造了商机 也替当地的旅游产业 多尽了一份心力 套上防毒面具 戴起护目镜 提着大块头的机器 一边走一边替周遭的环境消毒 他们就是因为受到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几乎陷入零收入状态的多名导游 身在柔和的他们 因为做不了争执 而替自己打造副业 非常非常恐怖 他现在可以说是零收入 在我手下我有选择一帮新的导游 他们给我的那些反应 就说影响很大 因为突然之后好像不知所措 因为很多工作都被取消了 这个危机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机 那么我们就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爬起 既然病毒把我们打倒 那么我们就把它消灭掉 用这个消毒英雄的口号 把这个病毒给他打倒 那么让我们的旅游业重新站起来 导游们当起了消毒英雄之后 率先造福的就是旅游产业底下的酒店 旅行巴士以及餐馆等等 通过定期到这些地方进行消毒工作 消毒英雄们希望能够借此恢复民众的信心 早日让旅游业恢复以往的生气 还不止这样 小朋友聚集的国际学校 也同样是消毒大队的服务对象 有家长确实会比较安心 他们会觉得安全感 然后他们也比较敢送孩子来 他们知道我们有做这些消毒的动作 因为我们毕竟有一个平台 就是给家长知道我们做了什么 然后每一次消毒我们都有拍照 还有拍视频给他们看 我们做了之后 他们也陆陆续续来我们这边吃东西的时候 也比较安心 因为至少有看到我们有做一些防护措施 一些东西 他们都觉得蛮有信心的 只是导游们要转行当消毒英雄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你看他们平时还是得要坐在课室里面上课 接受正规的培训 时不时还得面对老师的突击拷问 那我们就透过国际公司的这个平台 提供他们长期的训练 让他们有更多的知识 能够向这些旅游相关的业者去讲解 有什么防范措施可以做 然后怎么样的做 怎么样的筛选这些消毒药水 虽然导游们把消毒工作这个部业 经营得可说是有声有色 但是在这些消毒英雄的心里 其实更加盼望着的是疫情赶快结束 让他们能够重回老本行当导游的那一天 旅游业像这样来说是一个非常脆弱的行业 你看例如像这样的疫情 如果是说碰到再次碰到这样子的话 然后我们如果有第二手准备的话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我相信在未来可能我还是会回去旅游业的这一块 只是说我们更加有知识的怎么去防范这个病毒的侵略的时候 我们应该做什么 所谓英雄从来就不一定是要做出多么伟大的事情 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里迎难而上 积极地面对病毒和危机 为自己创造出多一条出路 也可以是疫情当前的消毒英雄